你又不在场 怎知他说的是气话还是真话 三爷逞四娘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我才进门半寻 也明白虽然我是正事 却未必见得一直能留在这个墨之院里 想要相安无事还是本分些好 免得得罪了爷心上的人等来一纸修书 裘三娘瞥见墨子进来 就想起墨子说过 红梅应该知道修两刃正妻的真相 只是红梅嘴言不肯透露 此时他趁机套一套 奶奶这话可吓得我了 老太太说了 有一有二就没有三 这回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让三爷胡闹了 不看咱们进王府的名声也要顾虑皇上那边 老太爷下了战场后最为皇上称道的 就是咱们府里的家和万事兴 因为三爷的任性惹皇上生了两回气 再来一次恐怕要雷霆大怒 不止罚三爷一个 连大爷二爷都要罚了 那四娘便是再受宠 若仍不安分 痴心妄想的 就算为三爷伤了一儿一女 老太太绝不会再姑息 奶奶 放心好了 那修妻的真相并不容易被套出来 咱们姑娘可不是那么狠心的人 其实男人多三妻四妾的 一点不稀奇 只要各自安守本分 都是女人 谁愿意去整大家的太平日子 墨子开了口 他心里清楚 求三娘疲于应付这个话题 她之所以清楚 因为她在这点上 和求三娘有相似的态度 为了男人斗 实在无趣 红梅见了墨子捧热茶进来 想果然是娘家带过来的贴心 墨子 你这话说得不错 咱奶奶自然心宽人厚 可也得别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才行 终于 话中露出一丝缝隙 不过 只是露那么一丁点 红梅就收住了 上前接过墨子手里的壶 倒了杯温茶 双手奉给求三娘 还有 你那称呼也要改改了 虽说我知道你是从奶奶娘家跟来的 可奶奶如今毕竟是嫁了人 不能再姑娘姑娘地叫了 要是当着王妃老太太的面叫 他们必然觉得怪的 求三娘对墨子眨眨眼 故意顺着红梅的话 听见没 我如今可是奶奶了 墨子笑了 对着求三娘迎迎一扶 奶奶 老奶奶 您说的是 您小孙子在哪儿呢 我带她玩去 我喜欢小女孩 奶奶 我带您孙女吧 白河也来开玩笑 想要缓和一大早的气氛 本来红梅那些话也是她想说的 可她知道求三娘的脾性 既然有人说过了 也不用她再啰嗦一遍 求三娘摔了梳子 站起来转身插腰 你们这是说我老 红梅和跟着墨子进来的墨心 刚服侍求三娘没多久 没见过丫头对主子这么说话的 因为墨子和白河的放肆 吃了一惊 见求三娘发脾气 则心道果然 但见那两个丫头嘻嘻哈哈的 一点怕的样子都没有 然后 求三娘接下来的话 完全震惊了他们 来来 你们一人一个 把这俩孩子领下去 一大早吵得我头疼 求三娘竟跟着墨子白河玩儿闹起来 三人笑作一团 令红梅和墨心这才知道 原来主子丫头也有这么相处的 真是没瞧见过 也没经历过 特别是红梅 一直跟着老太太 虽说也有玩笑的时候 可绝不会有放肆的时候 玩笑也只能是点到极止 玩笑过头就没大没小了 墨子如今的注意力 也不在肖三这位仁兄身上 他和求三娘都是成年人 该处理的应该都会自己处理 用不着他多管闲事 说实话 他更担心那个淡庄素衣的真娘 不知他的凶嫂会不会做出没有良心的事来 那日 作为一个外人 实在也不能为真娘做太多 可也因此 心里总好像有什么惦记着 墨子 笑过之后 求三娘有吩咐 是 姑 奶奶 哟 一不小心 叫成姑奶奶了 墨子又笑了起来 他其实不知道 他真心笑起来的时候 是清澈沉静的 是身具感染力的 于是 无论是求三娘 还是白河 都会不由地跟他笑 如今 更是连红梅和墨欣都笑了起来 笑容是打破人心灵上隔阂的良方 墨子的笑容兼妙语 没人留意的 已经不知不觉 改变了他身边的一群人 如果没有墨子 求三娘只是一个普通能干的商家女 如果没有墨子 白河只是个普通会做饭的丫头 如果没有墨子 红梅也就是长辈派下来的一个空降兵 如果没有墨子 墨欣也就是个战战兢兢 怕得罪主子的新人 然而这一刻 这一间屋子里 因为墨子 只有五个没有等级 没有烦恼 处在芳华一般年纪的女子而已 奶奶 再笑下去 太阳下山了 昨日就商量好的事 不过是要在红梅面前找借口 让自己名正言顺出墨之愿 嗯 你帮我去府中的书格找这两本书来 静方元除了萧三郎骁勇那一格的宝贝藏书 还有给其他主子用的书格 红梅当初知道墨子不但识字 还能看书时很是惊讶 还有点不以为然 毕竟 这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 不过 看求三娘是喜欢读书的千金小姐 有个会读书的丫头 也就不稀奇了 心想 那三爷也是爱书的 说不准 还真能和三奶奶好到一起呢 奶奶也真是爱书 一大清早就请墨子出去找书 红梅笑着拿起书子 给求三娘书头 又对墨子说 可别像上回 一去大半日 还以为你迷了路 回不来了呢 白河是内应 帮衬着说道 那可保不准 咱们府里这么大 即便是我 常常随奶奶 四处走动 要我一个人去哪儿 还未必能找准呢 墨子 到厨房拿俩馒头 迷路也不怕了 要是明日一早还不见你 就让小丫头们找你去 行了 都别玩了 求三娘摆摆主子的架子 我跟婆婆说过了 今日要出府去办事 身边也不用太多人伺候 墨子 墨子 你慢慢找便是 求三娘不亲眼看上一眼望秋楼的地 是不会放心的 和王妃说 早先在上都买了个宅子 亲事说定后 就让管事先过来打理 如今听说弄好了 就想自己去看上一眼 早知道这个儿媳妇嫁装疯脸 王妃也没说什么 就让路上小心 早去早回 还暗示了求三娘 如今身份不同 把这些琐事尽量交给下人去做 尽量不要抛头露面 居然派了一对王府内院的护卫 无论三娘怎么推辞 也必须跟着 求三娘为此 回来跟墨子发了好一阵牢骚 不得已 墨子还得单独行动 因为 求三娘恐怕只能看上一眼 有人盯着 不能理事 墨子心想 这求三娘以后 都得束手束脚了 墨子一出林家的门 就见暂尽那个大个头 牵着两匹马 岑二让你来接的 墨子一愣 心想虽然又开始传递消息 不过他说了 自己去愈何方的 嗯 他说 你一个姑娘家走那么远的路不合适 我自己也想来 反正 他还没活儿让我干 我闲着也闲着 而且 你是我主人嘛 其实 我该整天跟着你的 我说 要不我把你那主人 暂尽一手握剑 一手在脖子上比划 暂尽 墨子瞧他一脸 耍起狠来的样子 哦 啥事 暂尽的表情 其实没杀气 你才跟了我多久 就把你爷爷 你爹 交给你的武德丢了 是我这主人 太窝囊吧 世界上最后一个好人 被他带坏了 暂尽闹了个大红脸 我就是烦自己的主人 还有主人 万一我不在的时候 你出个事 我也保护不了呀 只要想到这个 心里就起急了 刚才你没来时 我绕了一大圈 长这么大 我还没瞧见过 这么长的墙 进去倒很容易 就是要立刻找你出来 得花好一番功夫 墨哥 我听你说过 自由最好 其实 你那么聪明 再凭我手中一支箭 干脆出来了 就别再回去 啰嗦 也啰嗦得有道理 墨子笑笑 暂尽 你的武功有多高 大概没人问过 暂尽这个问题 他歪着头想了想 嗯 还行吧 我爹说 打猎的话 绝不可能空手而归 爹也说了 跟人较量 当然是打不过我爷爷 不过 一两个身强力壮的 应该没问题 我自己也不知道 除了跟爹较量过 我长这么大 还没用过这柄剑 嗯 那就是真的还行 墨子也认为 世上没那么多武林高手 我这话 说一遍 你听好 而且 以后也不要再问 这世道险恶 凭咱们两个人 根本不够好好生存 特别我是个女子 我正在找个法子 让以后 谁都不能欺负我们 现在那个主人 绝对不是你和我 需要去担心的阻碍 倒是他在前面 帮我遮风挡雨 我才能在后方 做我想做的事 路 我喜欢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 踩出脚印来走 没有把握的事 我不会随便去做 如同行舟 你看着是逆风 只要翻冲对了方向 逆风就变成了顺风 别人以为不能走 偏是顺风又顺水 不久 我就会成为那道墙内 能自由出入的人 到时 山高皇帝远 有主 也等于无主 好处 自然有你我一份 天塌下来 第一个压死的 绝对不是我 这年头的好处就是 大家都知道 下人听主人的吩咐 追根究底 就得找位置高的人晦气 暂尽听得有些明白 有些糊涂 他最高兴的是 墨子的话里 都把他也包括了进去 还有全心全意 相信他就是了 看到马喷气 墨子不是太舒坦 他不喜欢骑马 本能的不喜欢 或者 因为他喜欢的是船 船 是水上的交通工具 马 是陆地上的带步 王不见王 马车还没关系 骑在马上 总有要被甩出去的感觉 不过 路途短 骑马 是最好的选择 墨子抓紧缰绳 背部僵的繁挺 马肚子磨蹭着大腿小腿 真是一点都不自在 好在知云方离遇何方不远 赞尽还带他抄了进路 在屁股发麻之前 就到了铜语街 今日岑二他们只是进驻 还未开工 大门还在路角巷里 墨子不愿再骑马 分身下来 将缰绳交给赞尽 自己从铜语西街走过去 顺便实地 再勘测一下距离 军大毕业后 带着他实习的总工 最强调的一条就是 数据掌握得越精准 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房子已经买好 却不代表 就能坐等着收钱了 第二遍所得的数据 仍然是加强自我信心的好消息 他甚至发现 路角巷附近的街 其实也有很多商铺 可能是铜语街带出来的 蛮热闹 可是 等他已经看到林府大门时 就见一群人围在那 指指点点 赞进跑过来 面不红气不喘 就是声线紧着 莫哥 残二让我叫你快过去呢 出了件事 他不知道怎么办 莫子走快起来 问道 知道是什么事吗 赞进皱背一张 黑李俊的脸 不知道 就听到有女人在哭 莫子一惊 立刻想到那个真娘 可再想 林公子虽然不太可靠 他那天说到他父母早亡 兄妹相互依迟时 他似乎有所感触 怎么都是亲妹妹 他还是读圣贤书的人 关起门来吵吵架也就罢了 如今这大门敞着 一群人围着看热闹 还能做得出 什么无良事不成 兴许是林府的哪个丫头 哭闹着不肯离开主家 带走近 发现看热闹的尾时不少 里三圈外三圈 要不是暂尽大个子 给挤出一条路来 他还得费脑子 想办法进去 一路就听见 可怜 丧尽天良 禽兽不如这些字眼 越听 心里就跃起毛 跟在暂尽后头 出了人群 人们议论纷纷的声音 就到了身后 变成背景嗡嗡 而暂尽一让开 恶狠狠的话语 好似豺狼凶猛扑来 哭什么哭 哭得老子我头都炸了 要怪就怪你六亲不认的 兴嫂去 我们兄弟今天要么拿银子 要么拿人 不把这一千五百两银子的债 给消了 绝对跟你没完 告诉你 就算剑官你也没理 白纸黑字画的鸭 莫子见到几个凶神恶煞的男子 站在石阶下 绑大腰圆 手成一排 大春日里 穿着无袖的红边白底短衫 腰间扎了红带子 灰青绑脚裤 手臂和胸口露出 猙獰野蛮的黑毛 一看就是打手 而站在石阶上 原本林府的牌匾下 有三个人 两女一男 男的比起打手来瘦晶晶的 三脚眼 塌鼻架 太阳穴上贴了个铜钱膏 头发在顶上盘了个计 扎了蓝金子 两缕胡子稀稀拉拉 大概个子矮 说着狠话时上蹿下跳 已显得自己有高度 不过 唾磨星子乱见 两女的 一个还就是莫子 一直有不祥预感的那个真娘 旁边大概是她丫头 两人接脸色惨白 再哭的那个 是年纪还小的丫头 真娘则怒瞪着 眼睛发红 却一滴泪都没有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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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